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绿素创新 构建永恒的主题 但是展会的焦点就会环绕解决他们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所以配合这个发展的需要 我们今年展会就新增加了两个主题专区 分别就是工业自动化专区 工业自动化专区就设在我们的4.2号馆 在里面展品就非常丰富 就包括有各种的机器人 机械臂 传感器 驱动器 控制系统等等 那我们也有好几家的展商 他们会就是为大家带来机器人的一些动态的演示 还会就是展示就是不同的那个全自动化的一些生产线 那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工业自动化专区 可以就是让企业可以进一步体验自动化的那些优势 就包括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很多地方都面对那个招工难 或者是劳工成本上涨的问题 另外呢就还有就是很多企业都需要提高他们的产品的质量 那自动化设备呢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容易操控 还有他们就是精准度很高 很快速 很安全 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企业他们要改善那个车间的那个环境呢 自动化设备都可以就是达到一个作用 另外第二个要介绍的砖区 主题砖区就是那个符合 其特种材料砖区 这个砖区展出的就不是一般的塑料 那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中量很轻 还有就是可能稳定性特别高 那个耐温的那个程度也是特别高 那我们设立这个砖区呢也可以配合就是中国现在那个一带一路的政策 因为在未来中国的企业呢可以向我们周边的那些发展中国家 输出在建设 基础建设 轨道交通或者通讯等等的一些技术 那这些行业呢就是符合其那个特种材料呢都可以有很大范围的应用 所以以上两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主题砖区 这个包含主题砖区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